5月18號中午 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 改由建制派議員、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建波主持 立法會出動幾十名保安圍駐主席臺 民主派議員質疑陳建波的主持資格 打出保皇黨濫權、中共踐踏香港立法會等標語 並拉起黑部抗議 期間朱凱迪和許之鋒兩位議員被推倒在地 先後有14名民主派議員被逐或被抬禮會議室 最後 在多名民主派議員缺席的情況下 建制派民建聯的李慧瓊以40票連任主席 香港立法會內會從去年10月至今舉行了14次會議 在反送中運動背景下一直沒能選出主席 由於李慧瓊參選 選舉會議交由內會副主席郭榮康主持 但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5月15號宣布 聽取英國御用大律師的意見 引用議事規則92條 指派陳建波代替郭榮康主持內會主席選舉 引發這次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爭執 其實是一個武力的政變 你立法會主席不是擁有無限的權力去更換主持的人權 你還是要跟我們已經定的規矩做 這次風波之前 中共港澳辦和中聯辦都一口同聲 抨擊郭榮康所謂拖延選舉 引發北京干預香港的爭議 而郭榮康也在這次風波後 譴責中共破壞香港法治 香港的實現是 如果北京 如果Carrie Lam和民主黨不喜歡什麼 他們會做任何必須 包括破壞的系統和法律 旅美政經評論人士秦鵬表示 這樣的選舉是中共臺舉親北京議員的一貫舉措 也是把大陸的那一套推行到了香港 其目的呢 第一個我覺得是要讓香港的 親中共的這些議員也好或者勢力也好 讓看到這是北京的支持 第二個目的來講呢 它是為後邊的在香港立法會裡邊 進一步的推行它的這些意志 所以做準備 比如說接下來他們特別想推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國歌法 備受爭議的國歌法將於5月27號恢復二讀 外界擔憂 李慧瓊當選將使國歌法更容易通過 一旦通過 被當局認定所謂不尊重國歌者 最高可判監3年 罰款5萬元 除了內會選舉風波 香港近期多個事件也都透露出北京的意志 例如5月15號 香港監警會出臺審視警察處理反送中抗議的報告 德信社認為 報告基本上是為警察開脫 此外 香港教育局15號也跟隨中共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的口徑 史無前例的狠批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一道開放式試題 香港教學認為 這是政治凌家教育 把香港進一步推向前制式教育 秦鵬分析 中共在大陸維持專制靠的是兩手硬 一方面依靠軍警特鎮壓對它不滿的人士 另一方面通過教育和宣傳給民眾洗腦 而在反送中抗議中 中共意識到香港獨立的司法、教育對它的統治不利 正在加緊把大陸的那一套搬到香港 而為了維持這種黑社會式的運作 中共必須要在香港的法治方面 通過立法或司法判例 給這些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 這就是今天在香港立法會出現的情況 中國行為抗議的民眾 並無罪大陸維持 中國行為抗議的民眾 中共在香港立法會出現了 財政一共也在香港立法會出現的